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秀军臣就劝郭平 你放心 几十万王莽的官兵我们都不怕 能怕一个小小山寨的喽啰兵了 就这样 郭平让家人把军臣五个人的五匹马准备好了 预备酒饭 军臣五个人在这吃饭 吃完饭之后 刘秀跟摇旗马五层鹏肚帽就命家人把盔甲包给打开了 军臣五个人顶盔冠甲 罩袍束带 拴杀食物 披挂整齐 就在这时候外边一阵大乱 家人撒腿往里就跑 跑到郭平面前 袁委爷大事不好了 张伟带着几千楼楼兵上来了 郭平跟所有的家人吓得叫声也哆嗦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陈鹏站起来 郭远买 你们用不着担惊害怕 有我们军臣几个人何惧着几千楼楼兵啊 快把五匹马拉到门前 任凭陈鹏怎么说 这郭平哪知道军臣几个人能打得过这张伟呀 这样家人多里多梭就把五匹马拉到门外 五个人手持兵刃走到门外 郭平也只好跟着出来 刘秀站住了 就跟郭平说 郭老远外 你们一家老少千万别寻死 我们豁出性命也会搭救你们 你可以派家人出村去看一看 如果我们军臣不成了 你们再死也不晚呢 好好千岁您放心 小人遵命 就在这时候 村外人声呐喊 这喽啰兵就叫声战了 村中是路径人稀 家家户户关上门了 连大气都不敢出 刘秀带着摇马 岑渡四先锋 军臣五人催马 就出了郭家庄 到了庄外 勒出坐脊 往正南方一看 足有一千多楼落兵 楼落兵已然把队裂开了 当中间扯着一杆大旗 上边绣着三个大字 清风山 就在这大旗之下 有三匹高头大马 马上三位寨主 当中间这位寨主 怀中抱着一对金鞭 穿着一身紫段色的衣服 是鼻青脸肿 甭问了 肯定这个人就是恶银贼火灵官张美 再看张美左边马上这个人 长得身高九尺 头上戴着一顶酱子段色扎金 身上穿着酱子段子的短肩袖 大红绒绳十字盘 五彩的丝弯带勒腰 泪下配件红唇的中衣 足下是青缎子 薄点快靴 胯下一匹桃红色的马 安颤搅环鲜明 长得是面皮微紫 两刀细眉目 一双圆眼睛 透着精神十足 鼻子端正四字口 尖尖的下巴科 厌尾胡须 岁数在三十开外 手中是金钻开山月 再看张美右边这个人 身高九尺 长得十分雄壮 头上戴的是淡黄色的软扎金 身上穿的是淡黄色的短肩袖 绑身靠袄 腰脊斯兰大带 红头的中衣 青断的靴子 胯下马是玉顶甘草黄 马上也是安颤搅环鲜明 这个人长得黄脸堂 方眠大耳 眼口胡须 看岁数 四十岁开外 脸上一团正气 手中禽着一条 三股钢叉 书中按表 左边石府的债主 姓王明良自国洞 右边史插的是万修万博生 这个火灵官恶银贼张美 尤打郭家庄逃出去 回到清风山 他差点冻死 本来天就冷 一丝不挂 他回到自己屋中 赶紧穿好了衣服 上好了药 半天才暖和过来 然后他出来 就跟二债主王良 三债主万修商量 把自己受人暗算的经过 说了一遍 别的 二弟三弟 陪着我到郭家庄报仇 这样二债主王良 三债主万修就吩咐聚众名罗 点起了一千五百楼楼兵 三位债主上马各持利刃 就指挥着一千五百楼楼兵来到了郭家庄 他们万也没想到 遇见的是刘秀带着四位先方官摇起马武 陈鹏多骂 等把这楼楼兵阵势裂开了 看见郭家庄村子里出了五个人 五匹马各持兵人 王良看了看万修 万修看了看王良 又看了看火灵官张美 这三个人一递眼神就知道 他们既然敢帮助郭家庄 这几个人就不善了 兵丁呐喊声音 这三位债主压住了全军大队 这时候 火灵官张美仔细这么一看 他不认识姚琪 不认识杜茂 他敢认识刘秀 天下画影图形 一体严拿的刘秀刘温书 不就是正当中年岁小的使刀的吗 再一看 这不是马武吗 长得凶死温身 猛思太岁 蓝面红乌鱼 那没错了 既然他是马武 那是刘秀 那个使枪的就肯定是摇旗了 长得面毛俊美 使九二八环刀的 肯定是武装眼层棚 是插的就是四先锋度冒了 刘秀兴兵四先锋 明阳四海 天下皆知 火灵官张美能不知道吗 张美心中暗想 如果真是刘秀君臣 我张美跟他们远如无冤 近日无仇 为什么跟我张美作对 张美想到这儿 双足一点当邓克飞火颤 崔坐下马 直奔两军阵前 立马停停 用双边点指 对 对面马上之人停阵 火灵官张美在此 快快过来 跟我绝个胜负 见个高低 摇旗 崔马凝枪 就奔了张美来了 张美 双眉倒数 二抹元争 用双边一点 来将通明报庆 你坐稳 安乔听真 我那汉阳中思路 总一先方官 汉太岁摇旗 张美这么一听 果然不假 真是摇旗 我问你 我跟你摇旗 远如无冤 近日无仇 你为什么暗算于我 嘿嘿 张美呀 你这小子 不算英雄好汉 你看看你 一人这么大的年纪了 不知自爱 还要霸着梁家之女 还愿我们暗算于你吗 今天你来了 你再休想逃走 吃我一枪 说着话 摇旗把手中 冰铁造影枪 啪这么一捋 这枪杆就颤了 枪衣就圆了 炸 大枪恶狠狠狠的就奔着火灵官张美扎来了 张美立刻拿双边望出一招架 两个人马打盘旋 就冲杀一处 马武 层旁动帽 跟刘秀刘文树 立马停迭在这看着 一看张美 确实武艺高枪 摇旗 扎他这一枪 再想扎进第二枪 就扎不进去了 马武就跟刘秀说 千岁 我姚太哥可盯不住 我可上去了 你快去把他换回来吧 马武催索下马 掌中三亭大砍兜 高声含嚷 哥哥伤害了 马武来 摇旗望旁边一闪 马武望前一催 这刀真叫快 就奔着火灵官张美批来了 张美双边一搭十字架 要借马武这口刀 马武立刻扳刀头 现刀钻 刀钻直奔 张美的肚腹 张美拿双边望下 那么一砸 马武拿大刀一封 这大刀的刀刃进步撩鹰刀 就奔了张美的泪条 张美拿双边望出一挂 马武马望前跑 二马一搓蹲 这刀握盘是一转 就奔着火灵官张美这拨梗子了 张美立刻回头望月 用双边接住这口刀 两个人就冲杀在一处了 马武的武艺 那要比摇旗高多了 马快刀快手也快 这把是风快慢 招数又高低 马武把这刀花使开了 张美一看 这个马武的刀 确实使得非常纯熟 它是个劲底 就把双边抡开了 拼命的厮杀 抖擞熊威 两个人就裹成一团 跟走马灯相仿 就这样杀了十几个回合 也没见输赢神败 陈鹏怕马武累了 催马举刀直奔张美 马子杖 你闪躲一旁 我跟他一战 马武把马圈回来 陈鹏又跟张美杀在一起 那陈鹏是误状元 这口九尔八环刀使开了 伤砍批舵 招招进逼 张美的双边 边法也绝了 拨挂磕舵 撩烧拉错 拔个字的功夫 使开了 是越杀越勇 精神倍长 陈鹏是暗数大致 没想到一个恶银 贼张美战身为王 落草为寇的 把是这么高 可惜 他落草为寇 他要是我们汉营中一眼勇将 能跟九霸杀成几个回合呀 陈鹏的把势这么高 跟张美杀了七八个回合 愣没得了手 四千盟杜茂 哗啷嚷嚷一抖五股 拖天炼叉 就办了张美了 表哥神多呆安一战 陈鹏催马闪开了 杜茂 抖叉就是一叉 哗啷嚷嚷我叉死你 杜茂在四先锋当中 履历是最大的 张美拿双边 汤汤往出一颗 家伙碰了家伙 碰得火星乱蹦 震得火灵棍张美两只手指疼啊 嘿 张美心说 这小的履历大 他就留守神了 两个人插去边来杀了十几个回合 还是不见输赢胜负 千岁刘秀 刘文书这么一看 一个战山为王 落草为寇 年近五十的 银贼张美 把是这么好 不由得长叹了一声 这么高的本领 不乎正 太可惜了 摇起马五 陈鹏一想 赶紧得把张美战胜了 我们君臣五个人 还得到三江请兵呢 各仨一点事一块上 杜茂一看 你们全来了 我也别回去了 这样四先锋 全占火灵棍张美 刘秀再一看 这张美的把势太高了 四位先锋官摇起马五 陈鹏杜茂得多高的把势 没想到张美 力敌四先锋 招数不乱 就这样 张美跟四位先锋官杀了五十多个回合 时间长了 张美可有点累了 本来一宿就没睡觉 光着身子逃走了 而且在山中差点冻死 好容易缓过来 现在四先锋轮战 然后四先锋要群战 累得火灵棍张美浑身是汗 遍体生惊 张美可明白过来 人家四个人占我一个 人家新奇啊 我一个人让他们给打罚了 怎么办呢 哎 我这还有俩帮手呢 我这二寨主王良 三寨主万修 怎么静看着不动手啊 他真急了 二马一戳瞪 他看见王良万修了 高声含嚷 二位贤弟 为什么不过来帮忙 等待何时 这时候王良双足一点凳 把手中金钻开山越一百 高声含嚷 楼楼兵们 围住了 别叫他跑了 一千多楼楼兵 高声含嚷 啥呀 围呀 楼楼兵望成一拥 这边是王良 这边是万修 就奔着火灵棍张美来了 火灵棍张美啊 你要霸占良家妇女 给我们陆林好汉 破坏名声 你还想活吗 没想到这两个人 一个拿斧子 砍这火灵棍张美 一个拿身骨钢叉 斗叉就炸 这楼罗宾就喊 那呀 那呀 拿张美憋上他跑了 张美可吓坏了 大吃一惊 这一惊 非同小可 怎么自己的人 也上来捉拿自己呀 其实张美这个人 不但是个酒色之徒 而且山中的一切事情 都得听他的 他自己合适才行 他根本不顾别人 二寨主王良 三寨主万修 都是正人君子 没有办法天下大乱 才暂时在山中耐着 王良万修 对待手下楼罗兵很好 常常用礼仪 感化他们 所以山中这些人 都喜欢二寨主 喜欢三寨主 这天 张美先带着五百楼罗兵 到郭家庄成亲去 王良万修名罗俱众 就把山中的楼罗兵 全都聚在分金 举大听头了 王良万修就跟楼罗兵说 今天我们两个人 跟你们商量商量 咱们在此战身为匪 不是长久之计 将来我们要是遇见机会 可以改邪归正 光明正大的 为国家做一番事业 当事业办成了之后 我们人人可以立一份家业 做一个安善的良民 你们大家要是愿意呢 我们哥俩呢 可以带着你们 去投奔汉太子殿下刘秀 而今殿下千岁 已然兴兵 正在用人之际 如果你们不愿意呢 我们也不能强留你们 只有一样 现在清风山的名义 可都被火灵官张美 一个人败坏了 怕将来没人敢收留咱们 你们要是愿意走正路 就帮着我们两个人 到郭家庄把张美给杀了 以保全咱们清风山的名誉 就问问你们到底愿意不愿意 帮着我们两个人除掉这个张美 这些楼楼兵平时就恨张美 可是张美物仪太高了 楼楼兵是敢怒不敢言 恨也是白费 现在有二寨主王良三寨主万修给做主 大家伙一口通声 二寨主三寨主我们愿意 王良万修 一看大家伙腿都愿意了 就让大家做准备 正要派人到山下打探打探 张美在郭家庄的情形 没想到张美带走的五百兵 喝得醉醺醺的回来 二寨主就问呢 你们怎么喝得醉醺醺的回山了 这头目就要禀报二寨主 二寨主 大寨主住在郭家庄 产时不回来了 得住三天呢 这舌头都说不利了 王良万修很纳闷啊 郭平能愿意把他女儿 嫁给恶音贼张美吗 是不是郭家庄有什么事呢 没想到紧跟着张美赤条条逃回山寨 被打得鼻青脸肿 腿都烫伤了 张美暖和过来之后 就让二寨主王良 三寨主万修 帮着他到郭家庄报仇 王良跟万修一想啊 既然有人敢动张美 就不是没有本事的人 所以他们两个人 临下山的时候 暗中商量好了 到了郭家庄 见机行驶 等到了郭家庄 把镇石裂开了 一看刘朽君臣五个人出庄 王良万修 真是痛快极了 看刘朽 跟画影图形一体 严拿着刘朽一样 再一看马武这相貌 没错了 这是汉太子刘朽 带着咬马 陈渡四先锋 我们想投奔千岁刘朽 千岁刘朽就来了 两个人一对眼光 那意思呢 借这机会 弃暗投明 帮着刘朽 除掉张美 率领河山的楼楼兵 就辅保千岁刘朽了 所以王良 就趁着张美 跟四先锋动手的时候 跟万修说 各个 等着张美战罚了 咱们帮着刘朽君臣 把张美拿住 一则给地方百姓出海 二则借此机会 龟唇大汉 好福保千岁 好嘞 万修点头答应了 两个人又把这意思 告诉楼楼兵 一传十 十传百 万侯这么一传 楼楼兵全都明白了 所以张美跟四先锋 动着手 万修 王良 带着楼楼兵 在这看热闹 等张美 战罚了 他一喊 王良万修 指挥 兵丁 望上一围 王良万修 也帮着 摇旗妈 我 残鹏杜毛 捉纳张美 兵丁们 呐喊声音 别让跑了 拿这张美 拿这恶音 再也 火灵官张美 莫名其妙 刘秀听着 也是莫名其妙 心说 他们山上的人 怎么也装他呀 刘秀这琢磨 张美突然间明白了 坏了 如果让楼楼兵 把我团团围在当中 再加上刘小军团 加上王良万修 我就没法活了 三十六招走威上策 我先跑了 然后再想办法 回来报仇 好你个王良万修 郭平 我也饶不了你 说什么张美 也不能把命扔到这儿 他拿好了主意 双兵 轮动如飞 就杀出重威 马跑如飞 逃命走 刘秀并没深追 为什么还得到三江请兵呢 四先方到了刘秀马前 把马一圈保驾 王良万修一看火灵官张美逃走了 刘秀军臣也没追 他们两个人也就不追了 让楼楼兵骑好了队 然后两位债主爷就把兵器一挂 甩凳黎安下马 迈步走到刘秀面前 跪倒在地 王良万修 拜见千岁 千千岁 刘秀用手一指 二位债主 你们跟张美 同在一座山寨之内 为什么帮助我们君臣 王良万修 才把他们两个人 要给这一地方除害 改邪归正 弃暗同名的心意 跟刘秀说清楚了 刘秀真是高兴极了 二位债主请起一把 谢千岁 两个人站起深情 刘秀就跟王良万修说 王良万修 你们两个人既是愿意改邪归正 气暗同名 那好极了 告诉你们 我们君臣几个人 要到三江请兵 马上就得走 这样吧 你们两个人 暂且在这儿等着 荣姑带着四先锋 从三江请兵回来 再带着你们两个人 还有河山的兵丁 到昆阳去立功 这回恶银贼张美 虽然逃走了 恐怕他要回到此地报仇 这样你们两个人 把兵分开 各带一半人马 一半住在山上 一半住在郭家庄 等我回来 然后跟我回归昆阳 你们两个人 看看这个主意怎么样 王良跟万修点了点头 千岁 这样很好 我们仅遵千岁止以而行 这样刘秀 就让他们两个人 回山安排这件事 两个人拜别刘秀君臣 率领楼楼兵 回归青丰山 刘秀等着二位债主走了 要带着四先锋 离开郭家庄 构奔三江请兵 到底请的来请不来 下回再说 下回再说